好,接下来我再介绍我们的Simon Chan,我们的小S Simon是我们的量子小悲仔,大家都很熟悉他 他在北美呢,他也是持牌的健康专业人士 做筋膜的治疗师,做能量疗愈的治疗师 也是HRV,这个叫心理,这个叫变异性的情绪压力管理师 也是我们Healy的Global Leader的其中之一个成员 之前大家很熟悉他做了我们在Healy World的华语的同声传译 Marcus好几次会议都是他做的同声传译 还有平时星期五也做同声传译 大家都听到他的声音 在世界新章日人亚洲地区也是他做的同传 还有我们平时的平时星期三,英文的主持也是他 英文非常棒 很多的使用手册,你们知道很多中文的文字 Healy本身还没有给到我们都是他自己心口做的很多翻译工作 在背后做了很多无名的就是说 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做无名英雄的那种支持 然后他在我们每个星期二的平时星期 就是全球华人的机会 这个介绍会当中也是每个星期二给大家见面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他 还有就是我们的Stella王 我们大S,我们的美女,我们的才女 她是我们爱同瓶的发起人 她自己就是我们的coherence 就是love coherence 非常棒的一个名字 她本身也是非常就是有健康的专业的一个人士 她有她的持牌的在这个治疗师的这个执照 同时她之前受估于特朗普的大厦 这个北美的Top 5的Spar 她是一个治疗师 看她的人也非常的有名气哦 都是好莱坞的大牌明星哦 因为有一些就是那边电影节啊 还有这个NBA的那些球星啊 还有是Blue Jay的那些就是球球员啊 都是她跟她经常不看到她Facebook 很多这种亮照啊 非常有名气的 所以她们也是非常好的 也跟她的她的呵护 健康呵护 自己也是从身心灵方面的学习 我看她学习也特别用功 也有自己的这个叫 non-for-profit的这个创始这些经历啊 然后是能量方面的咨询方面的 所持续执行官 也是我们的Top Leader之一哦 谢谢非常高兴能够今天 跟大家见面 好那我把这个保管时间 转给你们 谢谢的是Clara老师 那我们另外一位 华人之光我们的执行副总裁 莉莉老师呢 将会在结尾的时候 为我们做进行答谢哦 那现在我们就事不宜迟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主题 那在会议开始之前 如果你现在身边是拥有一台Healy的话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开启Coherence 这个程序 来自宇宙的爱 把它散发出去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有一些声明跟须知 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的 Healy Healy公司 以及Healy公司旗下的所有的产品 仪器 各个软件 应用软件等等的目的 都是为了要协调我们的生物能量场 增强恢复 活力以及幸福感 并非为了要治疗 治愈 缓解 诊断或是预防疾病 也并非取代任何的医疗建议 我们今天提供的内容 仅提供 培训和教育之用 如果你需要此类的专业医疗建议 请您务必你 咨询你的医师 或是专业的治疗老师 去得到他们的意见 谢谢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疼痛管理 跟情绪管理 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想要跟大家有一个互动 在座这100多位的家人朋友们 你们曾经有经历过什么样的疼痛 是觉得是最厉害最难过的一个疼痛 大家可以在留言室聊天室里面 我们来收集一下大家 怎么去看待疼痛方面的状况 或是你身边的朋友 家人朋友 曾经有得过什么样的疼痛 比如说头痛 身体痛 肩膀痛 五十肩 胃疼 蓝尾炎等等 都可以写下来 如果反应越多的话 也许我们会挑选你的疼痛的问题 来为您去解答 大家可以踊跃地在聊天室里面 去留言 那我们今天将会与Stella老师 以及Michael老师 共同来联合举办今天的会议 那两位如果在会议当中 有任何的补充的话 都可以随时参与跟我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里跟大家看一些数据 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在美国每一年 有超过30%的人 都正在经历慢性疼痛的一个折磨 而在这30%的人当中 有超过100个million这么多的人 那美国人口虽然仅仅占了 只占了全球的5%的人口 但是它的鸦片使用量 是占了全球80%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依赖着这些药物 来去帮助他们 管理他们的疼痛 所以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Healy 其实也是扮演着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Healy在美国 FDA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许可的一个仪器 我们希望通过Healy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从一个自然的方式去 从这个疼痛方面去得到一个调整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疼痛 这个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有一个疼痛的一个阶梯的一个列表 就是说其实疼痛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那这三大类是有轻度 有中度也有重度的 那每个人对于这个疼痛的这个耐受性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50间好了 有的人觉得50间疼痛的程度 可能到7到8或是9 这么剧烈的疼痛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50间可能就只是到5或是6 大概这个百分比的左右这个疼痛的情况 所以每个人其实对于疼痛的接受度跟这个认知 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按照他个人的这种经历 或者是个人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看得到说轻度的疼痛 是比较可以忍受的 也许不一定需要吃药 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 也可能可以继续正常的生活 如果是中度疼痛的话 可能会干扰到睡眠 可能会半夜被痛醒 但是不一定说要吃药 但是吃药的话会有帮助 让它舒缓一点 那7到10分的话 这个叫做重度的激烈的疼痛的话 是严重干扰到睡眠 是没办法入睡的 一定需要比较强的一个镇静剂 或者是止痛药去帮助到他们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曾经体验过这种不同的程度的疼痛 也许牙痛啊等等这方面 可能需要服用一些比较强烈的止痛药 所以其实同一种疾病或者是疼痛 其实因个人而异 因为疼痛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状况 那大部分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呢 会提及到的这十几种不同的疼痛呢 是偏向比较激烈一点的 像神经痛的话是三叉神经痛 很多人可能都会听过三叉神经痛是非常疼痛的 那比如说灼伤 烧伤 有生理痛 有一些生残痛等等的这方面的 但是有一个是非常特别的 是一个叫患肢痛 患肢痛呢就是说 我们的肢体被截肢了之后 虽然这个肢体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在了 但是这个人还是感觉到 这部分的一个疼痛 其实除了疼痛之外 我们人对于压力方面 其实也是非常主观的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自己 对于这种疼痛 或者压力的看法 就决定了身体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化学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其实也许考试 或者上台演讲 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不是什么难题 但是对于一个 不是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当中 去做一些演讲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情况 那对他身体也是带来很重要 很重大的负担 所以在这里想要让大家 意识到就是说 其实也许你觉得 这不算是什么 这个不算是什么样的压力 不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疼痛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也许是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这方面 多一点同理心去关怀 正在经历疼痛这方面的 或者是有严重压力这方面的 一些家人朋友们 说到疼痛管理跟情绪管理 这里放了一个图片 那图片呢 左边是一个积极的树 图片的右方是一个消极的树 我们说其实经常的 在一个事情的发生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面对到不同的挑战也好 疾病的发生也好 疼痛的发生也好 其实我很喜欢路易斯海 这位心灵导师的一句话 经常会令我很 就是脑海中经常会出现这句话 其实疾病就是心灵的呐喊 那疼痛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警报器这样的方式 来去提醒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 那路易斯海说 如果你急着把这个疼痛赶走 把它压下去的话 你只是叫你的身体去shut up 就是让它不要讲话 去闭嘴 但是你觉得你的身体闭嘴了之后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这是一个大家需要思考一下的 一个问题 一个问号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自然医学也好 从传统医学也好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 为什么身体会出现失痕 那身体有疾病的产生 有疼痛的产生 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导致身体失痕 会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当问题出现了之后 其实你怎么样去面对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 被这个问题的产生而去困扰到你 虽然是很困扰的事情 但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它 将会决定你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那你可以积极的去面对 比如说你还是抱有一个感恩的心 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有信心的方式去面对你的挑战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消极一点 他们也许会比较悲观 比较忧伤 比较埋怨的 比较愤怒的方式去面对 然后卡在这种的负面的思维里面 那我们在这里想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疼痛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广泛 广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疼痛的来源有很多原因造成 无论是身体层面的心灵层面的环境造成的 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生活形态等等的 都有可以造成疼痛的产生 但是当疼痛发生了的时候 你怎么去看待它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疼痛的 一个恶训的循环 当你有疼痛的出现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避免某些活动运动 因为比如说你脚痛你就会减少走路 你就不敢走路因为走就会痛 但是如果你越去避免这些活动的时候 你将会失去一些功能 就是说你可能你的关节就变得没有那么活跃 你的肌肉可能就会开始有点萎缩 因为你经常就少用它 那你少用了它之后 它反而会更加的持续疼痛 因为可能也许血又形怀不好 会导致更多的这些酸素 或者这些代谢物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 所以你又会更加的避免活动 然后再失去更多的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身体层面的恶讯循环 那在心理方面的话 疼痛其实疼痛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有疼痛的存在 你可能会觉得生气 觉得害怕 觉得焦虑 觉得有压力 那你会感觉到无力感 有时候你觉得说这个疼痛是跟随着我一生 那就不会走了 感都感不走了 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忧伤 焦虑 沮丧 然后这些沮丧跟忧郁 其实又会放大你对疼痛这个感觉 因为当你处于一个负面思维模式的时候 其实你对看待疼痛这个问题 又会有更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看法跟想法 那在这里就是换了一个图片 让大家看得到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 无论是身体层面的疼痛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情绪方面的疼痛也好 都会导致我们的情绪 会有一些引起一些情绪有反应 所以疼痛会引起你一些苦恼跟焦虑 跟恐惧愤怒 然后这些负面情绪 又会影响到你的这些幸福感 你的幸福感 你的喜悦的感受会下降 当你这个幸福感下降的时候 就会导致你有一些忧郁跟焦虑的情况 那这些忧郁跟焦虑的情况 其实就会增加你这个疼痛的感觉 那当身体出现疼痛的时候 刚刚也说到说 机能会下降 机能下降的时候 你会减少活动 减少活动 你会影响你更多的这些循环 出现问题导致你更多的疼痛 所以在这个恶训的循环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恶训循环 它是关联到疼痛 焦虑 忧郁 跟这种 睡眠的障碍 那这些四个环节 都是缓缓相扣的 影响到你怎么样去 从疼痛当中去恢复过来 去克服它 所以 其实 当我们看到疼痛的时候 你最先要做的 不是马上去 控制那个疼痛 而是先 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东西 导致你有疼痛 然后疼痛的同时 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 副作用 所谓的焦虑 忧郁 还有睡眠的障碍 都要去方方面面的去 照顾到 才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你 去管理到你的疼痛 那说到这种身体上的这个疼痛 以及发炎来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当中会出现疼痛 其实跟某个程度跟压力 跟发炎都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当你情绪低落 你有压力的时候 会引发你身体里面的很多这些 发炎的症状会出现在你身体里面 那当有发炎的情况的时候 又经常会伴随着有疼痛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在Healy当中 经常会提及到的就是微电流的应用 那没错 因为当我们有炎症跟有疼痛的时候 其实细胞膜的这个电位就会下降 比如说到-40-50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其中一个很自然的方式 就是透过微电流去支援这个细胞 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膜的这个电位的时候 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跟修复 还有舒缓我们在疼痛 以及发炎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说到疼痛 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关于就是这种 性恋这方面的一个状况 其实因为说当我们出现疼痛 出现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去恢复过来 调整过来是很重要的 像我刚刚看到给大家看了两棵树 一个是积极的树 一个是消极的树 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疼痛将会决定你怎么样 你的结局将会是怎么样的 已经痛了这么久了 全身都痛 痛得很辛苦 没办法跑起来了 那医生都只会开止痛药给我 然后都只会好像每次去看医生 都好像是被他折磨的样子 所以我就什么都不想做了 就躺在床上 不下床 不出门 不看人不见人 其实这样子一个负面的思维的信念 导致你有这种的想法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比如说不想出门 不想下床 不想跟有任何的社交 因为你状态不好 疼痛不舒服 你就不想见人 不想见人 你把自己就变得很隔离了 隔离了之后呢 你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情绪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有焦虑跟忧郁的情况 这些都会更加加大了 放大了你这种疼痛 或是疾病的这种情况 导致你就是越来越好不了 所以我们其实要从一个问题当中去解脱的话 其实很重要是改变我们的思维 跟我们的这种信念 因为其实当你改变了之后 其实很多东西很多事情 就自然的会顺水着去 慢慢的慢慢的调整过来 比如说你现在的疼痛的感觉是很高的 比如说到六七或七八 其实你只要降低一点点 比如说降到一度两度的时候 其实就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一个进步 当你看到自己慢慢慢慢的进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很好的一步一步恢复过来 所以这其实跟我们的中意里面 经常会说到的精气神是很相似的 就是说你的问题出现了 你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调你的精跟气 就是说你的思维一变了 你的神气一变了 其实一切就跟随着改变 跟随着变动 所以在这里想要让大家意识到 就是说其实你的信念跟你的这种意识 跟这种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画面的右方这位Williams James 一个哲学家 一个心理学家 来自1800年末的哲学家 他也曾经告诉我们 就是其实说当你的感觉你的思维 会决定你的对于世界的感知力 或者是洞察力 但是当你改变了你的思维的话 其实一切都会跟随着改变 包含你的结局跟你的命运都会跟着改变 那说到这个稳态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平衡的机制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 无论是情绪也好 身体各个机能器官 各个系统也好 最希望的一定要达到的 就是这种稳态的一个状态 我们英文叫homeostatus 在自然疗法 跟顺势疗法当中 经常会说到这个词 那在中医里面 可能会比较说到的是平衡 阴阳的平衡跟五行的平衡 无论是情绪的平衡 或者是身体层面的这种的 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 都是很重要的 不能说只有好的不要有坏的 因为负面情绪有它存在的价值 有负面才会看到有好的有正面的 那只要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振的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就对我们来说 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你刚好说到这个 借着自然的方式去恢复身体 这种自然的机制 其实是不是身体恢复自然 恢复平衡 其实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有一个过程的 就像疼痛 其实有酸痛脏麻这个过程 如果你只是着重在这个痛 想要把痛赶走 但是痛赶走的过程 是不是也会可能再次出现 比如说酸痛脏麻 那麻痛酸脏的这个过程 也会可能会慢慢的又回来 是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要 可能在使用Healy上也是要注意 就是说其实也许有些情况 它很快可以去调节过来 但是也许 调节过程当中 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自然疗法 跟顺势疗法的框架当中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 两个人可能都有五十间 但是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个体 就算你吃的是一样的 用的一样的 睡的是一样的 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整个人的内在的环境 像思维模式 你的信念系统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康复的这个速度 或者是情况 也可能是因而而易的 所以在这方面 是刚刚Michael老师说到说到大自然 去拥抱大自然 去接地 这个对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深的体会 因为之前在我自己在研究 这个细胞膜定位 这个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 其实为什么我们去大自然 接触大自然 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接地是很重要的 像刚Michael老师说到 其实接地的时候 光着脚接地 为了要排 排掉身体过多的这种静点 那我们去大自然的时候 其实因为大自然当中 特别在森林里面 在瀑布旁边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负离子 让我们吸收进来身体的时候 它是给身体充电的方式 就等于像我们Healy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也许经常地 因为天气的缘故 因为在大层次的缘故 也许没有办法 经常地去到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用Healy 透过微电流的方式 其实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就是透过微电流 帮助我们的细胞 恢复它正常的电位 就等于说好像在大自然当中 透过负离子来帮助我们去平衡 我们体内的这种氧化的程度 因为过度的氧化 是会导致老化 过度的氧化 你的身体也会出现疼痛跟发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们透过Healy 来协助我们身心的健康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情绪会影响疼痛 疼痛又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这相互之间是没办法解除的 这种双盘相扣的这种方式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 躯体化的这个障碍 或是躯体化的这个症状 在我们的情绪 或者是在我们的疼痛方面 也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想要邀请Saya老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到底是躯体化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障碍呢 有请Saya老师 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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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老师和Simon老师的分享 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想伙伴们刚才也听到了 我们说了这个疼痛和情绪之间的这些关系 那我同时也想请伙伴们知道 刚刚Simon老师也说了 我们说疾病是心灵的呐喊 那我们也说这个疾病 就我们身体物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事实上跟我们这些负面情绪和我们的压力 有着很大的这个相关性 甚至有的这样的心理学家都说 超过90%以上 那我们平常有这个疼痛的时候 大家用这个Healy的程序来做的时候 有的人说 Healy对痛症这方面的效果非常好 那有的伙伴呢 在做这个Healy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慢 那我就想在这边也 除了刚才Michael老师和Simon老师 给大家分享的之外 我也想把这个主题 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深层的表达 我们说我们在就是临床上也是一样 我们不可能头痛一痛 脚痛一脚 当我们有身体物质层面的这个疼痛 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这种 心理的这样的因素 同时也要考虑他这种情绪上的因素 那我们有这样一类的病人 就是说他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但是他浑身都痛 从头到脚 那这样有很多的症状 表现在肢体上的疼痛 表现在这种头痛 或者是这种肠胃性的 尤其是胃痛这样 反流性的这样的胃痛 然后还有一些是这种心脏的心计 或者是这种他觉得自己的心率不正常 那这种情况他一直是往医院跑 一直去看医生 可是同时在看的过程中 我们查了很多 他气质性的病变都没有 可是他就觉得自己的症状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去考虑 是不是这种躯体化的这种障碍 而躯体化的障碍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在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 叫中苏的一个米化 它是过敏的米 它是主要是说我们在大脑 我们这个神经地质的受体 出现了这个调解的失衡 那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认为自己身体是有病的 事实上这种的疼痛 是我们从情绪上的痛苦 转移到了身体上的痛苦 那这种病人我们在临床的时候见得多了 他就进来的时候就说他自己身体有问题 当我们跟他在沟通 在看他的这些检查报告的时候 然后我们转移 特意的转移他的视线 转移他的话题的时候 他的痛痛基本上就是消失了 那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跟我们说的 躯体化的这种相关障碍是有关系的 那对于躯体化的相关障碍 我们有这种焦虑引起来的 我们也有抑郁引起来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时代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症状出来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种疼痛的时候 而这种疼痛对你来讲 是挥之不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考虑 是不是可能结合一下 我们的心理上的原因 或者是我们这种情绪上的原因 这种躯体化的症状 它表现在方方面面 当我们有这方面情况的时候 只要我们去听从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可能我们会就是有一些 药物上的一个给予 同时呢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心理上的一个干预 同时Healy的这个我们的就是情绪管理和压力管理 也都可以做一个辅助 来帮助大家来减轻这个躯体化的一个障碍的症状 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也是我非常好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做个案的时候 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种 笃合性的程序 可以帮我们做到 对于这种大脑的神经地质 这种失衡的状态的一个条件 从而达到 躯体化障碍的这样的一个减轻 所以说我真的是非常感恩 Healy除了我说的 我们说他的这个博大精神 这个让我们觉得一直在敬畏Healy之外 他同时在这个情绪 在我们的身体物质层面 同时在我们的身心灵三个层面 事实上他可以在三门一体这方面 都可以帮到我们 而且帮到我们非常多 好的 那我知道那个三门老师在我们团队 我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一个伙伴 有这个大概有二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胃炎 胃痛 那胃痛的情况呢 也是干扰了他很多年 那他运用我们团队现在的一些方法呢 那他就是也借用Healy 把他的这个 这么多年的这个胃病的这个症状呢 已经减轻了很多 那当然我们也说 时间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成本 因为我们都在讲 就是说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湿 那很多伙伴呢 有的时候比较着急 拿到Healy之后 就想很多事情尽快去解决 我们知道啊 当这个身体物质层面的症状 已经出现了的时候呢 那肯定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去把它能够重新的调整下来 什么事情都不能够 happen overnight 所以说我也希望哈伙伴们 能有一些我们的耐心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用对方法 我们也说哈 就是马古斯一直在讲 就是Healy 我们Deliver the Frequencies for life 那我们现在我们爱同兵团队 一直在跟我们团队的伙伴们 在强调是We deliver the right frequencies for your life 一定是正确的频率 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频率 一定会提供我们高品质的能量 同时一定会给我们最佳的效果 那等一下我会请Simon老师 把我们团队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能够拿出来贡献给大家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场疼痛和情绪 这样的一个分享会 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华人团队 能够用对这样程序 用出效果来 这样呢无论是对你 对你的家人 对你周围的朋友 都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 好吗 那我现在把话筒交给你 好吧 Simon 谢谢 谢谢Simon老师 我刚刚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谢谢大家非常踊跃的回答 有人说五十肩痛 胃痛 关节痛 头痛 膀胱痛 还有牙痛 胃痛 脚跟痛 腰痠背痛 还有比如说还有关节 膝关节 遗传性关节炎等等的 谢谢大家踊跃的回复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个主题 第一个是胃痛 那胃痛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排除一些气质性病变 就是比如说是用门感菌啊 或者是有些发炎等等的一些 这些气质性病变的这些原因之外呢 其实导致胃肠道不舒服很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跟我们的情绪跟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在比如说在去面试的时候 或者是学生们去考试之前 经常会说 哎呀怎么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会拉肚子 肠胃就不舒服了 其实都是有这些情绪跟紧张导致的 那不同的胃肠道的一些问题呢 也有不同的这些类别 不知道斯大雅老师 会不会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胃这方面的这些状况呢 嗯好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说胃痛啊 经过我们跟很多的这样心理医生啊 专家我们在探讨 我们现在也得出来很多的结论啊 这个胃痛跟情绪是紧密相关的 我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我一生气我就胃痛 大家也能听到这样的很多这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个胃痛跟情绪为什么是紧密相连的呢 那如果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哈 就是当我们这个人生气的时候 你是一动怒了 那我们说怒则伤肝 对吧 那肝呢 它又是当我们有这种肝躯一结啊 这个横腻翻胃的时候呢 那胃紧接着它就会有这种疼痛 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 那我们说就是当你去生气的时候 那它直接会影响到你这个胃肠的这个动力 它的反应度升高 它会引起这种胃痉啊 会引起这种啊 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痒啊 甚至哈我们那种就是反流性的这种胃痛 它事实上跟我们的这个情绪真的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我在这边哈 再三的我们想做一种普及哈 一种这种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科普知识 就是无论你怎么样都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而且同时我们也知道哈 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在我们职场也好 在我们做事业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种胃痛的情况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给自己很多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的就是整个的 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focus 都是被这种情绪啊压力 给它还要的时候呢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这个动力 它的反应就升高了 升高之后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胃经卵啊这些症状都出来了 很多人到就是医院去做这种胃肠镜的检查 他可能会跟你说是前表性的胃炎啊 或者是萎缩性的胃炎 事实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 不要让这件事情再走的过 再走的过往后再走了再走 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实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这个胃呢 造成许多应激性的这样的反应 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希望哈 透过我们这种科普 希望伙伴们也就由你们 让你们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哈 就是我们这些身体物质层面的这些问题呢 事实上跟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心理活动是紧密相连的 嗯 我大概就介绍到这边好吗 谢谢Styla老师 那关于胃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不同的疼痛 还有现在谈及到胃这个问题 那在Healy怎么样可以去应用 去帮助到我们更好去调试这个情况呢 那我们都知道说在过往当中 如果是没有彩虹软件 没有Healy Advice Search软件的时候 我们都是看比如说说明书的介绍 或者是一些程序的名字 通过直觉 通过自己想要去做哪些程序 来挑选相关的程序 来帮自己去调整 这是一个办法 特别是如果你是比较有直觉 强的直觉的人 比较有可以聆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 告诉你说应该做什么程序的时候 这样的方式去挑选是很好的 那第二个方式 你可以透过Healy Advice Search 搜寻软件去搜寻 透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式 去透过关键词 来搜寻相关的这些讯息 因为里面是累积了超过13年以上 Healy以及其母公司 TimeMaper、时光波 在频率里要应用的这些经验 都累积在这个云端大数据库当中 只需要输入一些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程序 推荐的程序让你去使用 第三个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蓝点软件的方式 针对个人 针对某一个人 或者动物 去帮他做一个分析 来了解到他的这个能量场 信息场当中 有什么样的程序 是适合他使用的 这是三个方式 那我们团队 现在因为经历了一个 我们伙伴当中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他呢就是透过 结合了Healy Advisor Search 产红软件 再结合了我们的这个 蓝点软件来进行搜寻 然后相配的这些程序 结合起来就找到 相关的这个程序 我们说Styler老师 以及ITOM评团队 最出名的就是串串 我们会把不同的程序 串在一起 找到一些相关性 来挑选来使用 那在这个画面上 那大家看得到就是说 只要你打一些 关键词 在这个Healy Advisor Search 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 相关的一些程序 但是打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技巧 因为有的词呢 在英文中文翻译之间 可能有一些落差 所以你可能要用不同的词 去搜寻相关的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在ITOMI团队 比较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做法 那这个做法呢 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当中 去实验出来实践出来的 那在这个做法呢 是我们自己的 体验出来的一个做法 它并不代表Healy公司 那如果跟Healy公司 有任何的一个 意见上的一个差别的话呢 那大家还是请 跟照Healy公司的公布 用法为准 那目前我们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先会去 比如说 刚刚说到胃病 那你就打相关的 胃这个病 或者这个情况的名字 进去搜寻 有相关的程序 一般来说 会得出来十几个 二十个 或者甚至三十多个 程序建议 包含营养的 干细胞的 恢复青春的 这些程序 或者是一般的程序 都有 你把这三十多个 程序抄下来 然后呢 你再去蓝点 为自己去做个 个性化的分析 我们一般会做 AllHealy分析 所有Healy程序的分析 那这是我们团队当中 做的一个列表 大家也可以透过 这个方式去做 首先把 Heal Advisor Search里面的 这些建议 全部抄下来 那然后呢 再去对比一下 你刚刚做 AllHealy分析的 这五大项 五大项 你再进去看 这每一个五项里面 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得出 二十五个结果 然后我们来交叉 对比有哪一些 是相对应的 你就可以把它打勾 打勾的时候 就是代表真的是 个性化的一个 为你去挑选出来 适合你当下去做的 这些程序的建议 同时我们会补上 一些关乎到 情绪方面 压力方面的这些管理 比如说你可以用到 一些花金的 巴赫花金 澳大利亚花金 或者是舒适乐盐 等等的这些元素 来帮助你去平衡 身心的这个情况 当然也有 创意顺势疗法里面的 一些天然草本 还有就是说 有另外一个方式 如果你是有Healy手表的话 你可以透过手表 在这个图表里面分析出来的 程序建议 也添加进来这里 这个列表当中 来去对比一下 所以这个不同的做法 都可以按照你个人的情况 而去自由组合来对比 那对比出来呢 我们在这里又做了 另外一个列表 这个是关于 魏妍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列表 那这里当中呢 就是一个个案 它里面所对比出来的 这些程序 就是它结合蓝点软件的分析 以及彩虹软件的 这个分析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身回圈的页面 黄金周期 有经络里面的页面 有心理平衡 其实我们都经常会看到 其实当胃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经常会看到 急性精神平衡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 我们Healy这种博大精神 从各个方面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不是单单单一的去调整 所以除了做胃啊 做肾啊 这些程序之外 你的精神层面也是很重要的 压力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透过一些营养的程序 来搭配 一起来调整我们目前的状态 然后呢 你这么努力的去分析出 这些结果之后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monitor 你要去关注你自己的这个变化 还有你每天做了什么样的程序 要去打卡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哪一些程序 去做了几分钟之类的 你就把它记下来 去观察一下 比如说这个星期做了这些 有什么样的体会 那下个星期 如果需要再调整的话 你就知道说哪一个程序 你做了之后 比较有感觉 等等这样的方式去观察 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 去用好Healy 那大致上我注意这个用法 这个介绍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个主题是 比较很多人都会关注到的 特别是现在 因为老年化社会的这个原因 那关节经常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选择了关节 这个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因为关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它有肌肉层面 有一个嫩带层面 也有一些软组织的层面 会导致一些不同的原因 如果你只是关注说我膝盖痛 那膝盖痛怎么办呢 你没有去找你那个根本的原因 再去找相关的程序来调整的话 可能就会那个效果也许没有那么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Stella 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关节的部分 因为她自己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肌老师 她在这种运动损伤方面也是一个专家 因为她经常会帮很多明星 以及NBA球星去调理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Stella老师为我们介绍 关节 膝关节这个部分 好的 谢谢Simon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膝关节这方面的问题 在运动损伤中 即使不是运动损伤 其实我们在以前 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 那以前呢 基本上一说到膝关节的问题 我们想的是老年人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膝关节的问题已经年轻化了 甚至年轻化到 让我们都经掉下巴 甚至十三四岁的孩子 膝关节也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伙伴 包括我们团队有一些伙伴 就是说我膝关节痛 我就用Healy的痛症 就去来去调理 但是觉得调理的结果呢 比较慢 一直在问我为什么 那我们也知道 痛症大家看到了 有几百种几千种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真正的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怎么样来识别这个痛症 也怎么样来用这个 我们Healy的程序 疼痛的程序 还有我们的情绪 压力管理的 所有的程序 连在一起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运用正确的程序 来解决你的问题 当我们说一个膝盖痛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觉得 啊我膝盖痛 可是你知道吗 膝盖 我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说到膝盖 我们有这种膝盖 我们是有这个肌肉啊 肌腱啊 圆骨啊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些 在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前后的这样的十字交叉韧带 还有这种侧腹韧带 同时呢我们有冰骨啊 还有筋骨结结啊 所有的这些组成的 我们还有这个cutilage 那当你有这个膝盖痛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要知道 膝盖痛它有多种类型造成的 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你一旦有膝盖痛了 就one size fit all 就你拿所有的这个healing的程序 你就去来去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对得上 有的时候你就未必能对得上 因为我们要对正下频率 这是我们的功夫 这也是今天啊 我们想把我们团队的方法 来公之于众 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 来帮助到我们的伙伴 帮助到我们的这些客户 来去去帮他们去平衡 他们这些痛症的 就是当我们说 这个膝盖疼痛的时候 不仅仅就是你想象 我就做个痛症 26分钟 37秒 2分49秒 这么简单 我们说 魔鬼藏在细节里 我们一定要去追逐这个根源 这个根源造成的肌肉痛 造成的肌腱痛 或者是这种肌腱的问题 或者是筋骨结结的问题 或者是前后交叉韧带的问题 引出来的 那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好 对症去下频率 好 下一张 谢谢 那我们现在想让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说到膝盖痛 其实这里面还没有罗里很清楚 我们说到这个膝盖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当在这个前方 在上方 膝盖痛的时候 一般出来的 我们跟这个股 股视头肌的肌腱的损伤 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 那这种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股视头肌肌腱损伤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按照不同的方法来做 我们中医在讲 我们说肝呢 是主筋 肾是主骨 那脾是主肌肉 那我们有相应的这个程序 会给到大家 因为当我们分析出来它的原因之后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给一个正确的程序 让你做出来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就我想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能够下到功夫 可是很多人说我没有你们的专业 但不要紧你有Healy就足够了 我们有Healy的Wiser程序 我们有All Healy Program程序 我们只要把这些相关词拿在一起 让它重叠交叉的词 我们给它穿串 就能知道是什么样是适合我们的 这样一个专属程序 那我们再看 你看在这个 就是我们说 在这个冰谷这个地方疼痛 我们有这种冰谷远化 或者是半拖位 滑囊炎 同时呢 你看再往下一点点 我们有这种半月板的前脚损伤 造成的疼痛 那我们在两侧呢 它是有半月板的这样的损伤 其实它这个半月板还包括 就是后跟脚的一个撕裂性损伤 还有侧服应代的这样的损伤 那侧服应代的这种撕裂伤呢 有的时候要你痛的 你走路都是那种可行都走不了的 那同时呢 你们看到了没 我们说这个后方的疼痛 它是叫裹窝囊肿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同时呢 我们有这种骨关节炎的 关节炎的这方面的情况 那在下方呢 我们说有进骨节节的骨后炎 那这个呢 一般是对于青少年是比较多一些的 那同时我也想跟伙伴们讲 那对于前后交叉韧带 十字交叉韧带 那引发的疼痛也是非常疼痛 对于膝关节的疼痛 它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包括膝关节的这种骨折 前后交叉韧带的这种疼痛 会给我们带来 真的是感觉是痛不不生 当我们知道 你的这个膝盖的疼痛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才能够去对症下这个频率 我再说一遍 你不要觉得就是有膝盖痛了 你就去想去用痛症 我们一定要学会 我们要追本溯源 那就是说 如果一般有膝盖疼痛的 你一般都会去见医生 见专家 见骨科专家 他会给你做一些 比如说X光 CT MRI 这些拿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硬带的问题 我们找硬带 是那个退行性的 这种关节性的退行性 老年了这种退行性的变化 我们去找这方面的 如果呢 是这种疯射性的关节炎 我们去找这方面的 如果呢是这种 国文狼肿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去下功夫 半月板这方面 如果是半月板的前跟脚 后跟脚的这样的施力是损伤 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去下功夫 如果是测斧硬带 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下功夫 我是希望把这个方法 今天给到大家 那你也可以以此类推去做 比如说有这种腰啊 腰上的疼痛 你也可以以这样的方法 去来做lumbus by 这方面带来疼痛 而不仅仅仅限于膝盖 我们今天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除类旁通 举一反三 把这些方法给到大家 而不是千篇一律的 就是做这个痛症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硬带 如果是硬带引起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heward visor 再加上你个人去做的 这个ohili program 我们就能查出来 属于你自己的专属频率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你就一定要去打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去打卡 打卡的时候 你只要按照我们 这么这样去做 一般来说 我们给到大家的时间 因为我们也说了 一般怎么样三个月左右 对于这种的 这样的膝关节的问题呢 你一定会有减轻疼痛 有好转 但是呢 你要take time 你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带着一个相信的力量 我们说对于Healy 你一定要有相信 和相信的力量 才会有最佳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关节炎 我们说一般来说 在膝盖这方面 出现的这种炎症呢 基本上都是那种 无矩性的那种炎症 我们在临床上 都是那种information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做的这些程序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还加 你看这边也有加这个细菌 它主要是起到这种 对炎性的这方面的控制 那我们看到了这样 我们真的Healy是博大 其实我非常欣赏 每次当我做个案的时候 把这个数字营养和 生物能量活化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但是同时大家记住 一定把压力管理 和情绪管理去做打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膝盖疼痛 如果是退行性变化引起来的 那你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做 就是说我们去把它 你这个疼痛我们要去分类 我们说当你去做这个 我们说Healy是一个头部化的 这样一个产品 但你一定要去给它细分 我们说魔鬼藏在细节里 当我们细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什么样 对你来说是正确的评论 你就只要去用对它 一定是有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是令你觉得 是一个miracle 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要take time 要有一个good intention 要有一个好的信念 一定要去相信它 那对于这种风势性关节炎 那也是一样 如果是这种引起来的 这种疼痛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给到大家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几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做 那给到这个例子之后呢 我也希望你不仅仅做这个红点 你还要去做蓝点 把蓝点做好了之后 红点蓝点结合起来 这个效果一定会出来 这也是有很多伙伴一直在问我 你们怎么做的会有效果 那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愿的达成了 希望给到华人团队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些好的方法 给到大家 但刚才就像三门老师说的 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 我们自己体验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学术这方面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应知也有一些不足 同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盲点 那如果我们在介绍的这个过程中 与公司的一些相关的 这样的有一点点区别的话 那也请大家 以公司给到的这样的建议为主 那大家看一下 那个三门尼卡 把刚才那个给我看一下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伙伴 按照按时做作业的 你看到没 当我们真正想对自己生命附着的话 你想要有一个高品质的生命的时候 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做healing 我们说就是慢工除细活 当你把这个东西都做好了之后 它一定会有效果 好 下一张 谢谢 那当我们在临床 就是说在做就是 我们平常在做给这些 运动损伤的这些病人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有康复 有康复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因为healing呢 这边也是我非常欣赏healing的 我们不仅仅是频率 我们的三大的这个支柱呢 除了频率之外 我们还有运动和营养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营养的部分 那这个运动的部分也是在这边 那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patella tendinitis 是我们在临床中 见到的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情况了 那去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给他做完了healing的 这些程序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做一些建议 让他去见这个专业的人士 比如说物理治疗师 或者整体治疗师 那大家也都知道 在膝关节出现问题 最终我们要做的是 膝关节的这个直患 那膝关节直患之后的这样的患者 一般在医院就开始做这种物理治疗 那等他完了之后 到我们的诊所来做 或者到我们的就是 运动损伤的中心来做的时候 到这边来做的时候 我们都会配合物理治疗师 跟他做这种运动 这种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康复的重点也在于这边 我们除了用黑力之外 还要把这个运动给到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随随便便的 就到网上去查一些运动 因为你们不知道 这个肌肉走向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古四头肌的肌肩炎 出现了问题的话 我们要做节抗肌的运动 那怎么样做呢 你去找专业人士 他一定会给你正确的方法 让你尽快的去一个康复的工作 好 那我们也说 今天也非常感恩 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作为我们爱同品呢 也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经验 能够分享给大家 我也非常感恩 Michael老师 还有Sharon老师 这样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 也更感恩 那个跟我们在一起 在这边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彩排 因为爱同品的出品 我们一定是精品 而且我们每次的彩排 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每次彩排完之后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耽误了你们很多的时间 在此也想三门老师 Michael老师之一 最崇高的谢语 谢谢你们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Sharon老师 精彩的分享 我突然想到 在听你讲 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 网上学服 Healy Academy上 有听过Michael Dan 就是那个Mooney 去分享 怎么样红点蓝点的时候 以及在我们美国地区有 比如说Jock Steve 还有那个Ken Close 他们都经常会提醒我们 还有我们 之前两个星期的 来自于爱同品团队当中 来自timewifers 关播剂老师 Kevin也分享了 其实当我们在用 红点跟蓝点软件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当你开启了红点 那前30秒到60秒 前一分钟是很重要的 你要有一个意念 你要有一个意象 就是说当你透过这个程序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你的目标是怎么样 你要想象出来 感受到那个画面感 让自己有一个感恩的状态 去做这样的一个 动作的时候 会更好的加快 你得到这个效果的这个速度 同样的在做蓝点软件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一再强调大家要静下心来 然后把你的焦点放在那个图片 那个对方那个对象 以及你的焦点句子是什么 你要把自己全神灌注的 在这个焦点上 然后再按下分析这个键 那在你放手 还没放手之前 你都不要去分神 不要往那边看 不要看电视 不要想其他的东西 因为你这样分神的时候 会影响你的这个结果的精准度 同样在你按头放震动的时候 也是要带着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正面 有一个异象的方式去 运用Healy的话 我相信大家的结果 会用得更好 用得更深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补充 谢谢大家今天的 长时间的陪伴 那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我们想要邀请我们的 来自美国的华人之光 莉莉老师 我们的全球执行副总裁 来为我们做一个结尾 一个答谢 我们有请莉莉老师 谢谢Simon 谢谢 大家好 我这个可能太高了 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 参与今天的这个 众母分享 那首先呢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亚太地区的负责人 这个Sheron 和西立学院负责人 Michael老师 给予了我们的支持和这个帮助 让我们呢 更有信心 也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去努力 壮大我们华人的团队 那我简单的就说一下 因为我们11月份的促销 第一阶段 双十一即将结束了 那每期时间呢 到明天的下午三点 就是一个段落 那11月份的大促销 还会继续进行到11月30号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哈 在这段时间呢 我想主要说两点啊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就产品推广 那很多人呢 都很害怕 觉得说这个求人的事情哈 所以呢 有时候在遇到呢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 我觉得哈 我们不论是新人 还是说有经验的这些伙伴们 我们只要 大家呢 一定要学会一个什么 借力使力 啊 就说我们的初心 不论是有爱心想分享 或者说 我是想把黑力当成事业来做 我们都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哈 大家呢 一定要抱团做哈 第一个 我们就说要建立小团队 然后互相的学习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哈 每个人的优点 所以呢 大家要凝结在一起 然后呢 互相的去学习 也要学会什么 借力使力哈 比如说你不会讲 你就讲团队里的的 会讲的上限呢 好 这些老师啊 啊 那如果说 你自己的 找的人 时间不够 也可以请 我们团队里的人帮忙哈 所以爱同频团队啊 这个 我觉得你们做的就是 呃 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哈 主要是你们把这个 大家 这个都凝结在一起了哈 哈 你们就是 无论是 每个人 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哈 哈 大家都互相的去支持 都凝结在一起 所以真正的形成什么 同频共振了 所以发展到今天哈 我看到了我真的 也特别为你们高兴 那第二点呢 我就想说一下 呃 我们在分享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难处在哪里呢 很多的直销公司 你知道就美国的 直销公司 就上千家哈 所以当然 你去跟他讲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 啊 你们的教育成本太高 哈 那我们有的人就说不出来了 哈 其实是啊 那以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直销的经验哈 其实保健品看起来简单 每天三颗两颗去吃去吧 没有之间的联络感情的机会 但是你看我们黑力公司 你看我们华人团队来讲吧 我们每次的培训送务会 大家都会来 为什么 这个产品让我们不断的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新的东西 有学不完的东西 而且到我们手上 你是越做越爱哈 哈 这个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的上线跟下线 老人跟新人 永远的结合在一起 永远的交流 所以就不会像那个三颗两颗 他会吃了 上边也不管他了 对不对 就会断线 那我们不会断线 我们就像一列火车哈 在前头一直奔跑着 在不同的站 我们会遇到不同的家人 上车吧 上我们的纵会吧 你在这里可以学到你要的东西 你也可以知道你要了解的东西 而且我们这列黑力的列车啊 说实在的 我们有能人太多了 有医生 有专家 有物理师 有等等等等 还有这种修行的人 各种各样的能量大师 所以这列火车 你说是不是 我们非常非常的可以说 你进来以后 就让你学不完的东西 又让你爱不释手 所以呢 尤其黑力啊 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高科技 穿戴式的人工这种智能 所以在市面上 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所以你说教育成本 我们教育成本在哪里啊 是让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成本 让我们能够同贫共振 让我们的身体 心情还有心灵 都能够得到健康 我们这个是教育成本 值不值得 太值得了 所以大家以后再遇到 有人跟你这么说 你就可以回答他这样 凡是遇到我 一跟他一讲 他马上就没话说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以后 再遇到这问题 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们的产品有多棒 所以十一月份促销 还在延续 还有二十来天将近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 我们争取 在这个十一月结束的时候 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另外就是荷包满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人 谢谢莉莉老师 太精彩了分享 其实让我想到 我一个伙伴 他经常会跟我说 Healy就是一个爱的循环 无论是Healy 跟地球跟环境 Healy跟我们家人 跟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Healy 跟我们每一个团队之间的 这个会员之间的 这种爱的循环 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去珍惜的 谢谢各位 领导人 谢谢Lily老师 谢谢春桥老师 谢谢Michael 谢谢Sharon 谢谢Stella 大家一起为我们的爱同瓶 这次的频率星期三的付出 那因着你们的爱跟支持 还有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在将来每个月 每个两个星期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频率星期三的会议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有一个Q&A 就是问答的环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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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